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欢迎收看兄妹生存第25集 相框啥时候都成了危险品了 而且我现在才发现,它竟然不用皮革了 想当初我养牛就是为了做相框呀 好在打三种也要皮革,不然就尴尬了呀 开不了权限 自拍给我,我来放 来,给你两桶岩浆灰天背包吧 石鹊道具也要权限,我感觉要飞了呀 哈,没事,交给哥哥就好 哥,我们今天玩啥呢 做个鱼缸怎么样 你想吃鱼啦 哎呀,养吃的鱼那就鱼吃啊 鱼缸是养关上鱼的 你先自由活动一会儿,我准备准备 箱子里还有一些肘笋和桃树苗 我在家旁边再栽展 来来来,我们先选个位置放鱼缸 你觉得坐在这里怎么样 啊,整个阳台变鱼缸,你真的这么想吗 那不然呢,要不你来选 你说坐哪,咱就坐哪 呃,不不不,我觉得这里特别好 特别有创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是吗,真的这么好 你说的他好在哪 他,他站在这里屋内屋外都能看到 而且吧,放在这里强不强,刚不刚的 别人也没这么干过呀 咱们要的就是这一份独一无二,对吧 我本来挺犹豫的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又行了 走,咱们抓鱼去啊 家四周都是大海,但弄鱼是真的多呀 这可惜没有抓到深海鱼 哥哥应该抓来一些吧 不管了,十多桥了,回家 把鱼丢给哥哥上桌睡了一觉 趁他还在犯迷糊的功夫 赶紧把这暗眼的窗帮给拆了 贴到别处去 嗯,贴在这里好像太显眼了 还是贴这边吧 他也看不到,对吧 咦咦,他还没发现 把这堵墙和围栏都拆了 换上玻璃片 奇怪了,我这边都坐得差不多了 哥哥怎么才放了一桶水呢 去看看他在干嘛 你在研究什么呀 妹啊,咱们的桶打不了水 哥哥只能想别的法子 可是你这套装置不是放水的吗 难不成还能打水 嘿嘿,杀人自有妙计 你就等着膜拜哥哥吧 我信你个鬼 总感觉不太靠谱 我还是去弄点海带和水草吧 现在简单没有用了 只能用精准采集的斧头或者镰锯 哥哥,你研究成功了吗 我什么时候可以膜拜你啊 嘿嘿,妹妹不用这么客气 这个不好玩 我还是觉得净水蓝图 才能配得上哥哥的气质 这是小面子 为了在水草 我还得把这里换成土块才行 然后再放几个灯 土块弄出来好丑啊 是不是该用半砖挡一下呢 哎呀,家都被淹了 啊,我看看 没事没事,抖一下就好 好家伙,外面都成喷泉呢 躲好之后再栽点水草 再把鱼给放进去 哎呀呀,太凶残了,被咬了 咱们就这一种鱼嘛 你也没抓深海鱼 没有啊,有空再去抓 我把十六条全都放了进去 哥哥呀,这个它真的有观赏价值吗 怎么没有呢,多好看呢 是吗,我看你是怕什么东西 攻占我们的房顶吧 嘿嘿嘿嘿 你看看那一张张的血盆打扣 全对着我呢,太吓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我们下集再见